好 最近消息要带你来关心 有很多人吃海鲜会过敏 但是还却发生了大学生因此过敏到 这个手指卡戒指却拔不出来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们连接记者杨丽芬告诉大家 好的 这位大学生呢 因为他朋友吃完海产之后 全身都严重过敏 手脚都肿了起来 他在这个文明纸上戴的尾件呢 怎么样都拔不出来 而且都已经发言了 只好动员了这个消防队员用电锯来锯开 我们来看一下情形 好 很多人七折八十的不断在那边讨论 甚至都有两把小剪刀 不过呢 这个钢具呢 钢度很靠怎么样就是剪不断 最后呢 这个消防队员只好用了这个电锯 这锯的过程当中呢 金星 火星 直冒 让这个大学生吓得不得了 一动都不敢动 还好呢 消防队员有用一个刚做的这个护套 护做了他的手指头 让他不会受伤害 我们来看看自己用刚锯 这个在锯尾件的过程当中的紧张提醒 好 真的非常惊险哦 这个火星不断地冒出来 大学生呢 又痛又紧张哦 还好最后呢 终于把这个尾界给顺利取出来 那么这名大学生呢 吓得说 以后再也不敢随便乱吃海鲜了 那么这是我们来自嘉宜的最新画面 把镜头照应给旁的主播哦 我们刚刚因为吃海鲜过敏手指肿了 戒指拔不出来 竟然得动用这些机具 把这个手指从这个戒指可以拔出来 真的是一个相当惊险的画面